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过你多少次了 还是未婚嫌孕 离婚期只剩三个月里你都等不及 吊架 她的唾沫都喷到了我的脸上 我爸猛吸了两口烟 将粘头扔到了地上 用脚拧成了一圈 说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满月也没有 总得想法子解决 有啥法子 如果张震他妈知道了这事 咱再想高抬财力 连门都没有了 还指望着他们家能搬搬咱大庆呢 饭桌上 碗盆碰得琵琶响 我时神地坐在饭桌边 扒拉着碗里的米饭 不是为了吃饭 只是为了咽泪水 眼前不由自主地拼凑起我亲妈的样子 现在的妈是我的后妈 在我亲妈跟人走后的第二年 他带着大庆嫁给我爸 她刚来那天 我爸就一再嘱咐我 要听她的话 不能顶嘴 从小到大 后妈给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千万别学你亲妈那样 不然 将来遭人戳几两骨 所以从小 我都是谨慎行事 可是我最终还是让她失望了 就在我生日那天 都晚上十点了 全家依然没有一个人记得是我的生日 而出差刚下火车的张震 火急火燎赶来陪我过生日 是伤心还是感动 反正 那天我喝得酩酊大醉 和张震滚到了一起 我和张震是一年前订的婚 她工作不错 我不是退休教师 公共也是我们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家庭条件在我们这里算很好的 而我爸只是个修路的 我是镇上一家私人诊所的牙医助理 在我妈眼里 我是属于高攀的那一个 但是她总是提醒我矜持些 别让婆家觉得我是硬贴上去的 我攥着那张柔成团的避兆报告回了房间 哆嗦着摸着手机 手指放到张震的号码上又缩了回来 张震知道了 也就等于婆婆知道了 她会不会像我妈常说的那样 说我倒贴 不值钱 上赶着嫁 很晚了我没睡 爸妈她俩还在客厅里喝就我怀孕的事 我妈的心思我知道 她一直想多要些彩礼 给我弟大庆做创业资金 第二天我还窝在床上 我妈就闯了进来 让我给张震打电话 说我爸要派去外地修路 商量把婚期提前到下个月 让他们现在把财力给 我们好准备嫁着 从来不会撒谎了我 结结巴巴地给张震转述了我妈的话 没想到下午张震全家都来了 张震疑惑地问我 怎么这么突然我爸就被外掉了呢 我吱吱吱吱说不出所以然来 看着婆婆将财力一大大掏出来摆在桌上 我脸直发热 我感觉自己是在骗婚 我妈看到十六万彩礼 两眼风光 她急忙给我使颜色 让我给婆婆倒茶 我颤抖着将水杯递给婆婆 她接过水杯 一把抓住我的手 小冉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看你脸色不好呢 张震见状也凑了过来 紧张地看着我 我使劲低着头 不敢看她的眼睛 我妈拽了下我的一脚 我的心紧了又紧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都是一家人了 什么都可以说出来 婆婆原本温柔的眼睛充满了严肃 刹那间我怂了 念诺着说出我怀孕的事 张震高兴地将我抱了起来 我妈用刀子般的眼神直弯我 婆婆看了看我妈 又看了看我 她脸色越来越沉 那个 这个毕竟是你们家的种 早一天晚一天的 那啥 我妈挤持百里的解释 婆婆拿掉眼镜 柔柔眉心 又戴上眼镜 彩礼就算了 以后留给我孙子就行 嫁妆你们也不用操持了 婆婆说着 将彩礼一打一打 又塞回包里 我爸还想追着婆婆说什么 被我妈拉了回来 彩礼不给也就算了 想发自让他们把人接走 这要是挺着个大肚子 他们如果不要了 不是砸我们手里了吗 晚上我正想问问张震 我会不会砸我妈手里 婆婆打来了电话 说是明天让我俩去领证 下周就举行婚礼 婚礼前天晚上 大庆执拗着不肯去送我 她说 我们家连床被子都不陪嫁 去了尽丢面子 咱们这里的风俗 娘家兄弟去挂个门帘 她婆家都得给三百块 这白扔的钱你不要 彩礼想要 还要不到呢 我妈把一个塑料帘子 印撒给她 噼里啪啦的 地上还掉下来几个珠子 不用问都知道 这帘子有多廉价 我妈嘱咐文大庆 又到我房间里 叙叙叨叨一阵子 白扬你这么多年 一份彩礼没拿到就算了 日后别再给我惹麻烦就行 到了婆家要勤快 要对你婆婆好 婚礼那天 我爸说好我的亲妈会来 不知什么原因 亲妈没来 她托人给我送来了 一个金手镯 这些年的委屈 夹杂着对她的思念 我对着手镯 哭得昏天暗地 婆婆接过我的手镯 喃喃地说 上面刻的是一声平安 这是你妈的心愿 她递给我毛巾 又拍了拍我的肩膀 塞给我一把钥匙 结婚第二天 我六点钟爬了起来 准备去打扫卫生 张震迷迷糊糊地拉住我 让我别听我妈那一套 想起结婚前 我妈对我的嘱咐 我心有余悸 因为怀孕的事 我婆把彩礼都取消了 如果我一点规矩不懂 婆婆不知道会怎么对我呢 我还是规规矩矩的 听她的话吧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 就去客厅拿起扫把 看到地上有好几张 崭新的百元大钞 再看 查几下沙发下面 椅子下面也都有 新媳妇扫钱呢 张震穿着睡衣 急拉着拖鞋跟了出来 她从门后 抄起另外一个扫把 横称直撞过来 看她那贪婪样 我也快速挥舞起扫把 我嘟囔着 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 也没听说过有这风俗 张震挟拟了我一眼 秃了着说 这是只有咱家才有的风俗 妈知道 你肯定会早起扫地 原来 这是婆婆专门 为我安排的扫地见面里 我俩嬉笑着 数着个人手里的钞票 婆婆端着水煎包 从厨房里出来 笑眯眯地望着我俩 小冉 你跟张震出了这么久 你们家的情况我都了解 你是个好孩子 从小受了不少委屈 以后 我保证不了你能过上 大富大贵的日子 但是这个家 我绝对不会让你受气 也不允许张震欺负你 婆婆说着 将一双崭新的筷子递给我 婚后 尽管婆婆和张震对我很好 我还是小心翼翼 大家都不动筷 我也绝不敢心吃 婆婆和我商量事情 我只是乖乖听着 不敢发表意见 多年来受压抑 我一时半会儿 改不了唯唯诺诺的性格 在家里 我都是低着头 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张震开玩笑说 我最擅长的就是低头 除了这么大节日 婆婆很少让我们回娘家 更不会让我单独回去 其实 从我很小的时候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离开那个家 婚后 我妈没来看过我 也不让我爸来 我就好像他买的个古董 本来以为可以大赚一笔 没想到有了瑕疵 能出理出手 就是万事大吉了 娘家给我的失落感 完全被婆家 给我的温暖所覆盖 日子就这么幸福地过着 但是命运 总会出其不意地 雕刻着点意外 9月19日那天晚上 我说我的镯子一直戴着 感觉不是太亮了 张震不知 从哪里来学的妙招 非要用牙膏帮我擦 第二天爱牙日 诊所和幼儿园 联合举办一个活动 一大早 我就赶去诊所准备礼物 然后和同事们 又去幼儿园 折腾一天下来 筋疲力尽 直到洗完澡 才发现镯子没戴 张震信誓旦旦地说 我肯定是从家里拿走了 我完全忘记了 手镯是戴上了 还是装包里了 到晚 我就着急忙慌 要赶去幼儿园找 我破拦住我们 大门都关了 这么晚去不合适 第二天 婆婆让我先去上班 到诊所再找找 正好那个幼儿园 她有认识的人 她过去找更方便 诊所的衣帽间 办公区垃圾桶 我都倒了个遍 还是没有镯子的影子 那是我妈留给我的 唯一念想 张震看我失落的样子 说到时候 一定带我去买个一模一样的 只是我总想着找回原来的那只 就在吃饭时 我都不由自主地瞧瞧脚下 第三天下午 我刚给客户洗完牙 正要去卫生间 婆婆打来电话 说我的轴子找到了 正好下午也少 我请了个假 立马提包赶了过去 婆婆真怪道 非说丢到外面了 我今天拖地 从你们床底下找出来的 还有几只臭袜子 婆婆把镯子递给我 我刚啊 还拿去店里帮你洗了一下 瞧 是不是更亮了 真的和新的一样 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 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日子过得真快 一晃 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全家人沉浸在幸福之中 婆婆买了一堆小衣服 张震买了一厚备箱的小玩具 晚上 我给儿子叙叙叨叨 说他运气好 遇到了一个好奶奶 提到奶奶 张震的眼圈都红了 她给我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以前 我总以为婆婆对我这么好 肯定是因为张震奶奶对她也很好 没想到 婆婆和我的命有几分相似 从小没有亲妈 因为婆婆轴里几个 别的轴里能从娘家拿些东西 自然受到张震奶奶的喜欢 而婆婆娘家没亲人 在这个家干的活最多 也最不受待见 张震奶奶甚至还挑唆公公 打婆婆 婆婆伺候我坐月子 有几次 我刚想问问她过去的事 婆婆都用别的话题插开 看她那躲闪的眼神 我就能猜出 那是她不愿意触碰的回忆 儿子满月那一天 我突然想起 婆婆当年不是说 十六万的彩礼钱留给孙子吗 儿子这都满月了 咋没听说婆婆提起过这事呢 张震戳了一下我的脑袋 结婚那天挖给你的钥匙呢 你不会连保险柜都没打开过吧 婆婆给我钥匙那天 据实说了以后 这个家的钱归我管了 可是从小懦弱的我 没这个胆也没这个心 别说看保险柜了 我连钥匙放哪都不知道了 一听说丢了钥匙 张震去着脚就爬下床 坑吃着翻箱倒柜 还让我抱起儿子 她一动着床 找找有没有掉到床底下 等张震从床底下爬出来的时候 她手里拿着一把布满尘土的钥匙 和一个镯子 难不愁 是妈撒了谎 盯着我手腕上明晃晃的镯子 我俩一口同声地说 我抱着儿子去了婆婆房间 将那个满是灰尘的镯子递给婆婆 她愣了一下 顺手接过了儿子 小冉 你手上那只是我重新买的 看你找不到镯子的伤心眼 我心疼 瞬间 泪水形坏了的水龙头喷涌而出 从小到大 我都没听过这么温暖的话 更没人说过心疼我 你还是不是我亲妈呢 不是说好彩礼十六万吗 这明明是二十二万 张震大呼小叫地跑了过来 对 原来是准备给小冉十六万的 可那天 看到她妈那样 那简直想卖闺女 我就改变主意了 这钱不给她们 这些留给小冉 小冉没结婚就给咱家传后 我也让你爸多取了六万 奖励她的 我过说着 从张震手里夺过钥匙塞给我 张震气得几眉弄眼 望着婆婆那沧桑的脸 充满善意的眼睛 此刻 我的心完全舒展开来 也不自觉地抬起头 想想前面二十多年 生活在自己家 却犹如寄人篱下 每天胆成心惊 书里脱冰 再看看这个家 安厚的张震 可爱的儿子 还有这个真心爱我的婆婆 我眼睛所及之处 都是暖暖的 亮闪闪的 我是不幸的 从小失去母爱 可我又是幸运的 遇到如此好的婆婆 她让我相信 人间值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